蔡總統一號上午參加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表示 確實聽到各種不同意見 這個代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原住民四百多年累積的傷痛 不會在一年之內消失 過去不信任 亦都不會因為他的道歉馬上收復 屏東園來兒鄉鄉立幼兒園的小朋友 用排話語表演透過唱遊 展現他們從世學習造語的成果 並且為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揭開序幕 總統蔡英文致詞表示 他想任年紀來全力推動各項原住民政策 尤其今年六月 開始施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並且將各族語言都列為國家語言 蔡英文亦表示去年這一日 他以總統身份向原住民族道歉 就是要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 事實上過去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和挪威等國家都有向當地原住民族道歉 推動和解的經驗 至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範圍要擴大到私有土地議題 政務委員林曼益表示 將進一步與社會各界溝通 蔡總統說過去的不信任 不會因為道歉即刻收復 不過場外原住民團體專程抗議 批評蔡英文向原住民族道歉年紀來 原住會還是控轉 沒有實質調查權 無法調查原住民歷史和土地真相 高雄石化氣爆發生滿三年了 高雄市府舉行記者會 強調對於消糖商者的持續照顧不會間斷 亦都已經通過既有管線自治條例 最終要衝使所有石化管線遷離高雄市區 造斜業聚集的海旋路 在三年前高雄氣爆發生的時候成為重災區 如今道路完成重建 受損的房屋亦都拉皮整建 生意逐漸回流 不過經營五金行二十多年的業者表示 業者只剩一半 三年前高雄發生嚴重石化氣爆意外 造成32人死亡 277人受傷 消糖商者仍然持續復健 高雄市長陳菊表示 後續照顧不會間斷 45億多元的愛心捐款 還剩下8400多萬 持續使用在重建工作 陳菊亦都強調 基於高雄整體城市安全 定定高雄市既有工業管線自治條例 促使14間石化管線業者總公司藍遷 而最終目標是要所有的石化管線 遷離高雄市區 令高雄市更加安全 總統蔡英文前往新造生意園區 了解目前台灣生意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情形 總統表示未來將結合不中南生意能量 令台灣成為世界生意科技重鎮 為了推動台灣生意科技產業 蔡英文視察 生意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中心 總統在致辭時後表示 為了全面推動台灣產業的升級轉型 5加2產業創新計劃 在過去一年的密集努力之下 目前已經陸續啟動 其中生意產業面向已經有相當多具體的進展 蔡英文特別提到 桃竹苗鄉親期盼 台大醫院伸續生意婚院 等了十幾年 終於開始動工 第一期工程預計在兩年後完工 會請相關單位看實進度 對於包含 南港生技園區在內 小英總統認為 未來慎造生意園區 將會有臨床資源 研發能量 未來有希望發展成台灣生意產業重鎮 為了改善 住院醫師過勞 首當其衝的 就以手術為主的外科 苦產科衝擊最大 人力不足的問題 亦都可能令到需要手術的患者 要多等兩三個月 根據新制規範 住院醫師四周總工時 上限定為320小時 如果是輪班制 每個班不得超過13小時 非輪班制每日也不得超過10小時 每次勤務、連同直班等延長工時 也不得超過28小時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印表示 醫師的工時減少 勢必要補充人力 政策的改變都會反映在經營成本上 衛福部表示 縮減工時是國際趨勢 住院醫師過勞會降低醫療品質 危及病患安全 未來應該落實分級醫療 令到大醫院回歸教學研究 急重症治療等 才能避免醫師過勞 面臨小子化的問題 加上科技的進步 未來很多工作 都可能會被機械人取代 為了因應這個趨勢 新巴士的職份機構 特別免費開設和智慧生活 機械產業相關課程 從自動化機械人 到3D列印技術等等 吸引了不少打算轉業 或者求職的民眾 希望提升自己的市場競爭力 從造杯珍珠奶茶 雞蛋糕 到工業廠房裏面 專門取放物件 刊接包裝等等 機械手臂的運用 越來越廣泛 科技進步 加上台灣邁向小子化 面對人力短缺 從製造業到服務業 對機械人的需求 也都日益增加 為了因應這樣的趨勢 新巴士五股職份中心 特別免費開設和智慧生活 智慧機械產業相關課程 由於3D列印是製造業數位化的 關鍵技術之一 職份中心也順應這股潮流 開設3D列印與創業設計課程 來培育這方面的人才 3D列印技術令到原本 只擺在腦海當中的概念 經由3D列印機做快速打仰承認 3D列印被稱為 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 除了能幫企業減少生產成本 還能縮短製造事情 同樣用機械手臂代替人工勞利 未來亦都可能變成常態 學員聞到商機 看到市場需求 投入政府提供的相關訓練課程 無非都是希望令自己 在未來的就業市場更有競爭力 正論節目常下 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 上個月因為心機緊失 緊急送醫 經過連日搶救無效 7月31日傍晚逝世 在基隆長庚醫院享受64歲 面對鏡頭露出微笑 今年3月親民黨副秘書長劉文雄被提名為第五屆監委 雖然立法院還未通過 但從國民黨時代獲提名參選基隆市長到民進黨時代被提名監委 可以看得出他遊走藍綠之間的性家 上個月20日 劉文雄走後疑似心機緊失 失去意識被緊急送醫 經過多日搶救 他的子女在臉書證實 劉文雄已經在基隆長庚過世 享受64歲 劉文雄從27歲開始 擔任基隆市府基耀秘書 在政壇展露頭過 曾經擔任兩屆省議員三屆立委 目前擔任親民黨副秘書長 是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的老戰友 不過劉文雄三度問鼎基隆市長都落敗 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遺憾 劉文雄是虔誠的穆斯林 按照伊斯蘭教規 將會在72小時內速狀簡狀 總統府發表聲明肯定劉文雄對於 促進台灣政黨政治的運作和發展 扮演重大角色 親民黨也發出聲明表示 宋楚瑜和親民黨上下同失戰爭 類別自由 將盡全力協助家屬辦理後事 小堂颱風造成半個台南市水針 中華伊士科技大學也因為三爺溪暴障 整個校園汪洋入獻 趁著雨勢變勢 華伊師生總動員 全體集合整理校園 海棠來集 三十一號清晨開始的暴雨襲擊台南 樓京仁德的三爺溪更加溪水暴障 附近的濟洪池吸收不到 因此慢進中華伊士科技大學 整個校園汪洋入獻 趁著颱風遠離雨勢漸欠 華伊全校師生總動員開始整理校園 校方強調 這次雖然沒有2009年的八八風災這麼嚴重 但也是近幾年來最嚴重的災情 除了校園水浸水勢更加流入地下室 校方推差除了三爺溪暴障 鄰近校園的濟洪池防洪標準不夠 也是原因之一 也是因爲這樣 所以當暴雨襲擊浸入校園裏 校方又安裝了水閘門 損失依舊在500萬元以上 颱風遠離雨勢忽大忽小 整理不容易 華伊還是希望盡快將校園整理乾淨 以教育部統計 全國有356所學校 受影響栽算總金瓦超過3500多萬 梨沙颱風吹落花蓮和平電廠電塔影響供電 為了避免限電危機發生 行政院發出公文 要求各公家機關在未來兩週 下午1點到3點不開冷氣 希望大頭降低尖峰時刻的用電量 為了節能省電 行政院發出公民要求 總統府在內的所有政府機關 未來兩週下午1點到3點 都要關閉冷氣 其他時間的空調溫度 也都要控制不低於28度 掌管電力的經濟部以身作則 辦公室有人用手抹汗 或者是拿起線來撥線 直到3點1度 經濟部才重新打開中央空調冷氣 不單止經濟部帶頭示範 總統府也都在同一時間 關了一部冷氣 和所有公務機關一起 帶頭降低尖峰時刻用電量 不與民爭電 不過民眾對於這一行政策看法不一 這一行政策是否能化解限電危機 不得而止 但可以確定的是 在和平電廠供電線路完全修復之前 每日天氣溫度表升 都將會是蔡政府電力供應的一大考驗 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華僑匯館 環境清幽 還有豐富的溫泉資源 過去曾經是舉辦僑團活動 還有提供僑胞住宿休閒的重要地點 隨著時代變遷以及配合政府 活化國有資產的政策 去年底已經暫時停止營運 在整理清點之後 僑委會決定 將華僑匯館移交財政部 國有財產處 進一步規劃使用 空曠的大廳 但是不難看得出 這個是過去華僑匯館的接待櫃台 旁邊的告示牌指引了通往驗會廳的方向 這個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華僑匯館 擁有61間客房 有溫泉有錄意 過去曾經是一個集合住宿休閒會議等等功能的 綜合匯館 從民國87年員工以來 由僑委會委外經營 但由於時代變遷 僑委會對僑胞服務形態也跟著轉變 經考慮決定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處 響應政府活化國有財產政策 希望借由國產處的專業規劃 更有效運用華僑匯館 曾經見證華僑匯館開幕的 張良文主任秘書強調 僑委會以開放的態度 處理北投華僑匯館 不會因為本位主義 抗拒釋出資產 國產處北區分處 副分處長蔡秋貴接過鑰匙 象徵管理責任 正式轉移給國有財產處 蔡秋貴副分處長認為 整個華僑匯館的管理相當完善 相關工作人員都很負責 加上僑委會尊重法治 才能順利完成移交程序 經過國產處整理 並且確保環境的安全之後 將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出租 倉取挺壁的大處、清幽的環境 再加上豐富的溫泉資源 相信在活化運用國有財產之後 未來的華僑匯館 將會成為民眾周末假日的休閒新去處 曾經獲得世界自閉症 青少年視覺藝術長的18歲自閉症華家李士宇 最近他將作品移賣之後 全數捐了給偏鄉的花蓮智學國小 並且還去到學校 帶著學生一起採繪圍牆 令到自閉症患者也能夠幫助他人 牽著媽媽隻手 今年已經18歲的自閉症華家李士宇 面對外界其實還是很容易緊張 想不能對外溝通的他 只能透過媽媽協助表達 自己想要幫助偏鄉國小的心願 並且和大家一起將單調的牆 塗上繃紛的色彩 而李士宇曾經在2016年入圍第七屆世界自閉症青少年視覺藝術獎 在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獎項上 拿下最高樹榮的榮譽獎 而他的繪畫作品大多以花朵森林為主題 所以學校特別將小羽捐的款項買樹來中 此外小羽他還獲選成為2017年 ANCA國際自閉症者成就協會台灣代表 要幫台灣爭取明顯能成為ANCA亞洲年會的主辦 令更多人看見自閉症者也能發光發熱 《雲門舞集2017》全新作品《關於島嶼》 11月將會在台灣舉行世界首演 這個是林懷文籌備三年 從台灣的印象和氛圍出發的創作 亦都是林懷文繼2013年到和之後 又一個的大型舞作 作家蔣芬的口白朗中 搭配被藍族歌手梳布衣滄桑的淫唱 《雲門舞集2017》全新作品《關於島嶼》 11月即將在台灣舉行世界首演 舞者背後的投影 全部都是用印紮體的漢字做唯一題材 事而文字堆疊、事而文字拆解 用文字呈現聲空 亦都用文字掃說 倒墜的時間變化 林懷文認為當今文字已經被運用 並且滲透到所有地方 文字用來溝通 文字亦都變成阻礙溝通的那一牆牆 而關於島嶼這個作品 結合多位年輕藝術家 包括拿下世界劇場設計大展手掌的 影像設計師周東彥 以及九度登上倫敦國際時裝週的服裝設計師 詹鵬 關於島嶼年底 在台灣北中南演出之後 明年一遇將啟程前往 英、美、法、燈、樂等國家巡演 亦都要令到世界 汗見台灣倒墜 今天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會